极端气候下农业也要有更快速准确的判断来应变 阿规为气候智慧农业系统 搜集土壤空气中的数据因子 结合科技大数据分析 而对于天气环境的变化 提供农耕时要注意 以及修正的必要作为 来提升产值 也减少农作物的损害 极端气候变迁 传统的农业模式已经无法应变 委决多变的气候威胁 为了帮助农民对抗天灾 智慧科技农业系统因应而生 其中以搜集土壤空气数据因子 进行科技分析的阿规为气候 成功地帮助农民及时发现环境变化 对农作物进行紧急必要的防灾与抗灾 因为现在气候变迁很严重 气候变迁一方面极端气候 所以农作物受损的状况是比较严重的 另外一方面它有稳定的变热 当它变热的时候 其实整个作物的生长的速度都不一样 连带着农夫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 跟以前都不一样 就是用数据的力量 然后用科技的力量来去给农民建议 让他们可以远端知道自己田里的状况 然后知道说什么时候应该要做 什么时候应该施肥 什么时候应该灌溉 然后让他们的产量跟品质 都可以保护在更稳定的状态 为了确保农业发展不受极端气候影响 农政单位针对各项的智慧科技农业系统和设备 有提供补助政策 现在农业部这边有补助一个 有一个数位基盘计划的补助 所以就是四万五千块的方案 然后他们补助三万块 所以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很多人在还不太确定在观望 然后不是很确定要不要来去采用这样的新的模式 来去调整自己的农务行为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其实小农也很适合 尤其是现在这个数位基盘计划 它其实目标就是 让大家都开始去做这样子的改变 找到一个新的方式 以数据为支撑 然后来去调整自己的农务行为 那其实从小农 然后到农企业都非常非常适合 科技单位也把握每一场展示说明机会 希望可以让更多农民 知道有这些科技设备 能够帮助农民应变天气的考验 确保农作产值减少农业损害 这一会欢迎市报道